他是真的不是家長 而是另一批人 他是比較合適的去跟他說 正等於家長他工作 有些工作壓力不舒服 又或者怎樣也好 他第一時間 可能都不是在跟子女說的 那就是同樣道理而已 可能就是 子女是想找一些其他人去嘗試去聊 但是那個聊的人 可能是朋友 可能是網友 其實我想最重要的家長關心的 就不是說你知不知道他的事情有多少 而是他正在用的途徑 又或者他正在做的事情的方法 他平時的想法 是第一要對他有信任 第二就是你嘗試去了解他平時的想法 多於他是上網做些什麼 其實說到底你上網做些什麼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meaningless 是零的 但是回頭就是想他平時 譬如說 有時候我要搞一些網上的電台節目 其實我媽媽也不知道我做什麼 我家人也不知道我做什麼 但是第一件事 我想我給他的感覺就是 我是成熟的 我是有想法的 我是令到他能夠放心的 他是知道我在做什麼 其實這一方面就是我給他一種信任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究竟信不信任我呢 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其實有時候就是家長和子女的溝通 第一是真的講信任和尊重 第二就是說你知道他平時的想法是怎樣呢 其實你根本上不需要再擔心他去看什麼 就算是看色情網頁也好 那又怎樣呢 其實雖然色情網頁是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說 可能他會產生很多的性幻想也好 那性幻想其實也不是聚理的嘛 就是有哪一個人 就是自身是一個人的時候 如果你十幾歲 十六歲都沒有性幻想的話 其實都是有問題的嘛 就是有這樣的研究指出就是 你沒有性幻想其實是要看醫生的嘛 是啊 真的啊 所以其實真的去回問題的核心呢 是真的知道他平時在想什麼是重要的 OK 那其實呢我們 就是我們拿回一個例子 我想大家都很多都會接觸到 有一套戲叫做愛回家那個故事 愛回家的故事的時候 當時那對夫婦的時候那種的辛苦 那女兒呢 究竟在哪一處呢 她是尋風大雨 是四處去找她 那她其實想是什麼呢 她想是知道那個女兒是怎樣去幫到她 因爲我們問題是說父母 爲什麽他們憂慮 爲什麽是擔心 就是正正是小朋友去到某個光景的時候 你拉不到 你是沒有辦法跟他們溝通得到的 而是說一個小朋友 譬如你是說 因爲尤其是作爲一個 尤其是現今呢 電腦是這麽開放的時候 是小孩子已經是說幾歲已經在用電腦了 那他們是有一個 仍然是好像老師所說的時候 根本他不知道電腦究竟是 什麽叫YES 什麽叫NO 總之什麼都叫YES的時候 這個就是問題 那你作爲家長在這樣的時刻的時候 你不去協助她的時候 那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我想是在她去到某個年紀的時候 這個是她的私隱的時候 那我想也是可能正如現在所說的時候 究竟她又能否明白到她把自己的東西寫在網上的時候 那父母不是刻意去看她 根本是可以很容易 因為大家共用一個電腦的時候 亦都很容易是不自覺是看得到的 那我想是希望也是那些年輕人也都要明白 父母不是去干涉她 不是去阻撓她 而是想是說 就是在她不開心不成的時候 是什麽可以幫到她 那我想是 其實現在是 我是很覺得現在現時那個 那一個小孩那個 那個領域越來越快 越來越高的時候 那他們的知識是高了很多 但是他們那個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可能都是停留了 是仍然在那個小孩那個階段 那當她一成長的時候 她就覺得 她只是知道 父母是說 譬如說了十二三歲 現在經常都說 那些是我的私隱來的 你想一下 父母是否真的很想去干涉你 但是很想去幫她 因為父母是已經經過幾十年的人生經驗裏面 你可能走這一步 就下一步 就會有機會跌倒的 但是跌倒的時候 父母 就是在那一刻是擔心 擔心的時候 又不可以是很刻意告訴你 喂 這樣這樣這樣是不對 現在這樣是不 就是以我自己覺得的經驗 是這樣子是不好的 因為 因為她沒有曾經是跌過 她不知道跌一下 痛還是不痛 所以有時候父母就情願 你不如跌一次讓你痛 就是自己的內心去想 讓你跌了 你跌了之後 才讓你真的很痛的時候 才會拉出來 那我再補充一件事 師傅所說 其實我自己有一個經驗 就是說 我們的電腦是放在裡面的房間 由於電腦使用權的時候 父母和子女去到一個光景是很惡劣的 在說的是生與死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原來我們把電腦 就是阿正哥以前告訴他 原來電腦是 擺了出去聽的時候 所有問題就解決了很多 就很清晰了 那這個是不是究竟 是說擺了去聽 或者是一個是 Cyber是不好的呢 那我看我的經驗 我覺得是 即我仍然是現在現今 是擺去聽的 原來這樣大家是很舒服的 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在這方面要想一想 非常好 我們在台上都談得很好 我看到台下都偶爾有些雙八頭 下縮雙八頭 其實台下有沒有人想發言呢 其實我們可以傳個麥克風在下面 讓我們多些思維 多些參與 謝謝 有沒有人有問題 想問的問 我問吧 我問吧 我覺得其實現在 年輕人和成年人 尤其是講到上網 電腦的關係 其實是反映了一個 權力的鬥爭的 其實 因為傳統來說 大人就是有權 小孩子就是聽話 但是去到互聯網 或者上電腦 用電腦的時候 你突然發覺 很難去再說 我教你做什麼 因為小孩子 他比你還熟 他還懂得學得快 所以大人 開始覺得 失去了這個 話事權 從而 我想 因為社會也越來越複雜 資訊發達 小孩子 不再像以前小時候 要透過父母老師去學 現在講學習 不是講教學 是講learning 不是講教學 越來越講得少